一眼佳永杰一家五口近日到美国旅游 她也透过社群平台发文分享了送别女儿们的心情 由于大女儿安安两年前到美国念书 小女儿小雨也将跟着姐姐到美国上大学 因此这趟旅程的最后 只有佳永杰和老公儿子回台 她不舍直呼孩子会长大要学习独立 而父母会变老要学会放手 希望两个女儿能善用资源好好充实自己 当一个懂得珍惜与努力的大学生 随外交往街笑称自己长大了 因为上次送别大女儿时她哭得很丑 这次只有在道别时流了几滴眼泪 然后就优雅的拖着行李走了 一直不敢回头 是因为孩子们最不需要看到的就是妈妈的眼泪 回到台湾家中 她坦言看到空空的房间很心酸 也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 言语间流露出为人父母满满的不舍 夏朱智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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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智头 这样号这个很好 dans 感谢观看